避而学画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画一只正在五岁的乌龟 小乌龟爬到山坡上 它怕累了 现在它靠在一个大蘑菇下面 睡着了 我们先画出小乌龟的大脑袋 眼睛是闭着的 它太累了 靠在蘑菇的旁边睡着了 小乌龟有四条腿 画好腿以后 添出肚皮 画出它背部的壳 添出小尾巴 在它的身后是一颗大蘑菇 蘑菇像一把小伞 它为小乌龟挡住了太阳 在地面上 我们画出一些草丛 在草丛里会有一些小石头 一只小鸟飞来了 小鸟在小乌龟的旁边唱起了歌 可是小乌龟睡得可香了 竟然没听着 我们用黄色涂出它的脑袋 它的四条腿同样用黄色涂好 用浅绿色涂出它的肚皮 用深绿色涂出它背部的壳 地面上的小草 我们都用绿色涂好 用棕色涂出石头 用橙色涂出蘑菇腿 红色的大蘑菇 用土黄色和黄色 把蘑菇的底部涂好 加上黄色的斑点 太阳的光芒 我们用黄色 红色的太阳 小鸟 我们用粉色 涂出它的嘴巴和身体 浅粉色的头 和尾巴 深粉色的翅膀 用蓝色涂出天空 地面我们用绿色 用深绿色画出一些小草 在天空中加上一些白色 好了 一只睡着的乌龟 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贝儿的世界 喜欢我 这边也关注我哟